给你眼睛 给你80只眼睛 160条腿 80只眼睛 160条腿 那我已经知道眼睛了 有几只青蛙呢 80只 每只青蛙两除以二 很好 40只青蛙 那40只青蛙我们就能知道 40只青蛙 40张嘴 80只眼睛 160条腿 好 那160条腿 这是我们的数青蛙 一个小小的活动 那数完青蛙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的鸡兔同龙 那既然讲鸡兔同龙 我们就来讲一讲 鸡兔同龙的历史 鸡兔同龙的历史 那可是非常的悠久 比我们都要久 鸡兔同龙是古代的 数学名题之一 早在1500多年前 孙子算经中 就记录了这一个 有趣的问题 他是说啊 经有智兔同龙 智兔什么意思 智 智就是基的意思 智基 智兔同龙 上有35头 下有94 四足 问智兔各几何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是古文 对不对 那我们中文把它解释一下 就是现代文解释一下 有若干之鸡和兔子 在同一个笼子里 然后从它的上面数呢 有35个头 从它的下面数 有94只脚 那问笼中 各有多少只鸡 多少只兔子 这就是我们简单的 鸡兔同龙 为什么这个鸡兔同龙 会有一些难的 那是因为鸡和兔子 它们的腿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鸡是有两条腿 兔子呢 有四条腿 这样我们发现它们不一样 我们就不好确定 它到底有几只 那我们今天就主要先来学习 鸡兔同龙它的一般方法 今天我们会分成三个板块 首先第一个板块 是鸡兔同龙的基本体型 然后我会跟同学们讲 鸡兔同龙有几种方法 怎么解决的 然后除了鸡兔同龙基本体型 我会一些 比如说它的拓展体型 或者变形 它虽然不是以鸡和兔子的形式出现 但是它也是鸡兔同龙问题 最后那就是一个实战练习 看同学们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实力 来解决鸡兔同龙 好 我们先来看看鸡兔同龙的一般方法 这里说到什么呢 王叔叔家里养了一群小鸡和小兔子 然后呢 有一天王叔叔数了一下 发现这些小动物 一共有20个头 50条腿 那么这群动物中有几只鸡 几只兔子呢 有些同学又要开始疑惑了 你家都养了这一群小鸡和小兔子了 你都可以数它们有多少只兔 难道鸡的头和兔子的头是一样的吗 你不会好好数吗 你就数几只鸡 几只兔子不就行了吗 偏要这样来考我们 那好 他偏要这样来考我们 那我们也不怕 我们就来解决它 老师先介绍两种最主流的解法 相信同学们如果知道一些基督同龙 也知道基督同龙最常见的方法 就叫做 假设法 什么叫假设法呢 你想想 这里的鸡和兔子是两种动物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只数青蛙 一只青蛙一张嘴 两只眼睛四条腿 两只青蛙两张嘴 四只眼睛八条腿 你看一只青蛙我们很容易搞定 因为它的腿啊 它的眼睛啊都是成倍数的 那一只青蛙一种动物比较简单 那我们这里有两种动物 那我们就得想方设法 把它变成一种动物就可以解决了吧 那好 这里明明是鸡和兔子 那我们怎么把它变成同一种动物呢 那就要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 好 鸡和兔子 鸡有两条腿 兔子有四条腿 要么我们把它们都变成四条腿的 要么我们把它都变成两条腿的 那好 老师呢在这边想了一个方法 让同学们记住 我们怎么记住这个腿的变化呢 我们想想鸡和兔子谁比较凶啊 肯定是兔子 兔子它会咬人 对不对 那鸡呢 勾勾勾勾只会跑 那如果有一天那个鸡很凶 把那个兔子都给打伤了 那那个兔子都 鸡都站不稳了 那那个鸡是不是只能拄着拐杖啊 所以我们第一种方法叫做小鸡拄拐法 如果小鸡拄上了拐杖 那每只动物都是四条腿了 那小鸡 你看这里有一只小鸡 蓝色的小鸡 还挺可爱的 它有两条腿 然后呢 它的翅膀夹着两个拐杖 因为它的腿脚有点不好 它被小兔子欺负了 它就只剩下这样子 它就拄了个拐杖 诶 它现在变成几条腿了 本来有两个腿 拄了两个拐杖 变成四条腿了 诶 这回我们就发现了 所有的动物都变成四条腿了吧 那好 我们看 一共有二十只 二十个头 头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是得把题目中的 所有信息都拿到我们自己的手里 一共有二十个头 说明有二十只动物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它是鸡 还是兔子 那没有关系 已经 鸡已经全部都被打伤了 它已经变成四条腿的动物了 不是我们普通的鸡了 四条腿 那好 如果一共有二十只动物 我不用管它是鸡还是兔子 反正都是四十条腿了 因为这个鸡已经非常厉害了 它变成主拐鸡 那好 一共是二十只 每只鸡有四 每个动物有四条腿 那是不是应该一共有八十条腿 二十乘以四 一共是八十条腿 但是实际上呢 只有五十条腿 诶 那它们差了几条腿 我们看一下 八十 减去五十 等于 三十 诶 那想到这里怎么办呢 如果全部都变成四条腿 就是我们主上拐杖 就是 就八十条腿了 但是呢 实际上只有五十条腿 然后老师 用这个八十 减去这个五十 同学们想一想 这个三十剩下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小鸡啊 小鸡是主上拐杖的 兔子是四条腿 活蹦乱跳的 那我们这个三十 是不是全都是我们 小鸡身上的啊 拐杖 我们小鸡 我们一共是 本来我们小 这些拐杖都是我们给这个小鸡的嘛 小鸡现在 变成四条腿了 那一共二十只动物 就变成八十条腿 但是这八十条腿呢 有真的腿 有假的腿 那真的腿 一共是有五十条 那假的腿 是不是就有三十条 我们八十减去五十 三十 那这三十呢 都是我们的拐杖 哦 那我们想一想了 我们一共有多少个拐杖 三十个拐杖 那这三十个拐杖是怎么分的呢 也不是那么简单哦 这三十个拐杖 每一只鸡是不是临走两个拐杖呀 因为每只鸡拿到两个拐杖 再加上它自己的两条腿 就变成四条腿了 那好 每只鸡会拿走两只拐杖 那一共有三十只拐杖 除以二 等于十五 我们每只鸡拿到两只拐杖 那是不是一共就有十五只鸡呀 我们把拐杖的数目算一算 再想想 每只小鸡拿走几个拐杖 这不就搞定了吗 好 那如果小鸡有十五只的话 那小兔子有几只啊 一共有二十只 那就用二十减去十五 等于五 哎呀 等于五 那我们的小兔子就是有五只 好 那既然到这里了 我们既然把这道题完成了 我们一定要学会数学 一定要学会检验 我们试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好 小鸡是十五只 十五只 十五只它每只有两条腿 十五乘以二 等于三十 好 我们再看看小兔子 小兔子一共有五只 五只小兔子 每只小兔子有四条腿 那五乘以四 等于二十 然后三十加上二十 等于五十 那好 我们这道题一定做对了 不用质疑它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主流解法 一 小鸡 主拐法 我们把所有的小鸡 都变成四条腿 来 我们看看整个流程 我们把小鸡 都是四条腿的话 那总腿数 应该是有八十只的 但是八十只实际上只有五十条腿 那是不是多出了三十条 那这三十条可都不是腿哦 都是我们小鸡主的拐杖 那好 这个拐杖一共有三十个 每只鸡分两个 那是不是 三十除以二 十五只呀 然后每只鸡拿两个拐杖 三十除以二 十五只 那鸡是十五只 小兔子就是五只 好 这就是我们的主流解法一 我们把我们的小鸡 假设成四条腿 那小鸡假设成四条腿 看到了这是主流解法一 当然还有主流解法二 那主流解法二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叫做什么 小兔投降法 刚才说过了 小兔把那个小鸡欺负的 特别惨 那个小鸡都主上拐杖 那一定会有正义人士 就比如说叶老师一样 正义人士 去帮那些小鸡打抱不平 那好 打抱不平 我就去胖揍那些小兔 那小兔子是不是就举手投降了 那他举手投降 他举手两只手 那他是不是只有两条腿在地上了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所有的小兔都举手投降 那是不是所有动物都只有两条腿在地上 那好 一共有20只小动物 每个小动物都是两条腿 那就是20乘以2 等于40 那好 都是40条腿了 那40条腿跟原来 怎么回事 原来是50条 50条腿现在只有40条腿了 那是不是少了20条腿 少了10条腿 50减40等于10 那这10条腿都是什么 这10条腿是不是都是在天上 都是被我们小兔子举起来的 那我们每只小兔子举起来几条腿 是不是 举起来四条腿 4减去2 等于2 每只小兔子从四条腿举起来两条腿 那好 天上每只兔子有两条腿 一共有10条腿 那就是有10 除以2 等于5 那么我们的小兔子就有5只 我们的小鸡就有20 减去5 等于15只 好 我们这里最重要的都是要这个 都是这个十字 4减去2 等于2 我们的小鸡 多两条腿 是2 我们的小兔子 举起两条腿 也是2 这里最关键的就是他们插的腿 他们每次都是插两只 每只兔子和鸡 都是插两条腿 那好 我们看看这个投降法的具体写法是什么样子 一共 如果小鸡 投降 小兔子投降 每条腿 只有两条腿在地上了 那一共在地上应该有40条腿 那我们是不是少掉了10条腿 那10条腿是不是都举到天上去了 那每只兔子呢 它都会少掉两条腿 那天上一共有10条腿 那10除以2 那就等于5 所以我们的小兔子一共就有5只 那小兔子有5只的话 那就是20减去5 等于15只小鸡 好 这就是我们两个主流解法 我们简单来说 我们的主流解法呢 都是叫做假设法 我们假设小鸡 假设小兔 假设小鸡 它组上了拐杖 变成了4条腿 假设我们的小兔 投降 我不打你了 那小兔子都变成了两条腿 那还有一个关键 就是这里 它们都是差两条腿的 这个差距 也是我们后边在基督同龙 变形体当中 非常要注意的地方 这里是小鸡和小兔 它们是差两条腿 到其他问题的时候 它可能就差的不一样了 要是换成个八爪鱼 换成个蜈蚣 那腿就差的不一样了吧 但是还有可能会有一些老师编造的东西 比如说某些动物它有三条腿呢 那是不是差的也不一样 我们要依照每道题来分析 那具体来呢 我们就是先看出它的总腿数 然后假设把它们变成同样的多的腿 然后从它们腿数差中来想办法 要么把腿多的举起来 要么把腿少的加上去 好 这是我们两个主流解法 那我还有非主流的解法 同学们来试试看 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非主流解法 一 老师叫它吹哨抬脚法 或者叫做鸡飞法 嗯 什么叫做鸡飞 来给同学们解释一下 老师呢 把那些小鸡和小兔子都训练的非常训练有素 他们听到我的哨子就会抬起他们的腿 非常的乖 非常的听话 我吹一声哨子 他们就每个人会 每只鸡和每只兔子 每只小动物就会抬起一条腿 我再吹一个哨子 他们每只小动物也会抬起一条腿 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腿是怎么变化的 本来有50条腿 老师吹了一下可哨 所有动物都会抬起一条腿 那好 本来如果有50条腿的话 一共有20只动物 那每只动物都抬起一条腿 那还剩下30条腿 嗯 30条腿我觉得还是不好数 那我们再来 我再吹一声哨 是不是又抬起了20条腿 那每只动物又抬起了20条腿 那还剩下10条腿 哎 那现在想一想 这10条腿是谁在地上 小鸡是不是都飞起来了 我再吹 我还能再吹哨吗 如果我再吹一声哨 那个小鸡就飞走了 他说 你还要吹 我两条腿都抬 两条腿都抬起来 你再吹 我人就要飞走了 对不对 他已经没有腿给你抬了 虽然小兔子还有腿可以给你抬 那小鸡怎么办 你要照顾小鸡的心理感受 小鸡已经没有腿了 他已经飞起来了 所以这个叫做鸡飞法 那好 鸡飞法 那剩下的既然都是兔子的腿 那兔子还有几条腿在地上 两条 那是不是 我们只要10除以2 就可以得到每只兔子了 一共有两只兔子 因为他还有两条腿 因为他本来是四条腿 一身哨 两身哨 好 只剩下两条腿了 四减去2 还是两条腿 那地上还有五只小兔子 那小兔子出来了 小鸡一样 用20减去5 等于15只小鸡 好 答案跟我们之前是一样的 那意味着我们的结果肯定是净确的 那好 这就是我们的非主流方法 吹口哨 抬脚法 也叫鸡飞法 同学们觉得哪个方法你记得住 或者好记 你就可以记它 那好 我要老师还要介绍非主流方法 二 它叫什么 图形法 难道用图形还能解决我们的鸡吐同龙 没有问题 绝对可以 那这个图形 最简单的图形是什么 正方形和长方形 那长方形 我们就用长方形来解决它 老师在这边画了一个长方形 我们先来解读解读 这图片中是什么意思 这里呢 有红色的长方形 还有一块蓝色的长方形 还有一块空白的长方形 然后还有一个大长方形 我们先来解读解读 它是什么意思吧 我们来看看这个红色的长方形 红色的长方形 这里的宽 我把它写上了2 同学们等等可以采想看 这个2是什么意思 然后呢 这边这个宽 我也把它挪过来了 这边我写上了 鸡头 也就是鸡的头数 鸡有几只 那你想想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长是鸡的头 宽是鸡的腿 那我把它乘起来 它的面积 也就是鸡头乘以鸡的角数 那是不是一共有多少条腿啊 没错 这个红色部分 就是一共有多少只鸡的腿 那好 红的看完了 我们来看看蓝色的 蓝色的部分呢 你看 这里长 就是 这里长是脚的意思 那我们看看它脚有几个呢 这边我们把画到了 它是两段长度 是二加二 二加二 那是不是就是四条腿 那四条腿的话 就是兔子的四条腿 那兔子有腿 那当然也有头了 这边它的宽 就是兔子一共有多少头 那兔子的头数 乘以它的腿数 那是不是每只兔子 一共有多少只兔子的角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蓝色意味着 一共有多少只兔子的角 红色意味着 一共有多少只 鸡的角 那题目中告诉我们了 一共有五十条腿 那我们看这里五十的意思 是不是就是红色的面积 再加上蓝色的面积 也就是所有的腿数了 那好 老师还说 有一个大的长方形 那这个大的长方形 代表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大的长方形 长 就是鸡头加上兔头 那是不是意味着 就是全部的动物的头数 那所以在最外面 老师写了一个二十 也就是一共有二十只动物 二十个头 那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宽呢 它的宽是四 那我们既然有一个长方形的 长和宽 是不是就可以算它的面积 那好 我们一下子就能算出来 这个宽是四 长是二十 那它的面积 一定是八十 好的 那这个八十 是这整个长方形的面积 那我们刚才又说过了 红色的面积 和蓝色的面积 合起来 一共是五十 那我们既然有大的 长方形的面积 又有两块 小的长方形的面积 那我们是不是能求出这部分 空白长方形的面积 那我们就使用八十 减去五十 等于三十 好的 这个三十有什么用呢 同学们看 这个三十 这个空白部分 我们也把它看成一个长方形 那这个长方形的宽是二 长是我们鸡的头数 那我们已经知道它的面积了 又知道它的宽 很容易就求它的长吧 它的长肯定就是三十 除以二 等于十五 那我们是不是一下子就求出来 鸡一共有十五头了呀 那鸡如果有十五头的话 二十减五 减十五同样的兔子就有五只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图形法 我们图形呢 我们要把它看成一个一个面积 一个一个长和宽 把我们所对应的东西放进去 比如说这个红色部分 就是所有鸡的角 因为我们是用鸡的头数 乘以鸡的角数 鸡的头数在这边是长 鸡的角数在这边是二 那蓝色和整个都是同样的意思 我们就可以用面积法来解决 那我们看看整体计算过程 ACDF也就是整个的面积 一共是八十 然后实际上比我们多出了三十的面积 那这三十的面积我们通过角数 是不是就可以算出AB的长度 那AB的长度也就是十五只 那如果鸡是十五只 兔子就是五只 好 这就是我们的图形法 这里写错了 这不是我们的主流方法一了 这是我们的主流方法二 非主流方法二 好 那我们这里一共介绍了四种方法 其实主流方法都是所谓的假设法 那为什么介绍完主流方法 老师还要在这边介绍两个非主流方法呢 因为其实非主流方法 在我们鸡兔同龙变形当中 有时候可能会有非常好的用处 那我们等等就来看看吧 来 我们往下面走 下一道题 鸡兔同龙 鸡和兔一共有三十条腿 如果把鸡和兔的数量互换 那一共是二十四条腿 那么原来有几只鸡 有几只兔子呢 嗯 同学们可以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想一想 跟我们原来的问题 有什么不一样的 叶老师在这边 跟大家讲一个数学题目的发展 比如说数学题目 它绝对不会考你完全不会的 比如说你完全没有见过 你根本不会这个知识点 那它考你 就说明它没有水平 你都没有学过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能会呢 那好 那它考你的 一定是你学习过的 你会的 那你会的 看到这道题目 跟我们会的鸡兔同龙 有变化 我们会的鸡兔同龙呢 它一般会告诉我们 一共有多少只鸡 然后 一共告诉我们 一共有多少只动物 鸡和兔的总数 然后再告诉我们的腿 那这里有一个变化 那这里有一个变化 它只告诉我们的腿 没有告诉我们总数 然后呢 它用一个特别奇妙的话 它说 鸡和兔一共有30条腿 但是如果把鸡和兔的数量互换 就一共有24条腿了 这是什么呢 那我们得以方向明确 我们要解决鸡兔同龙问题 既然我们有它的腿数了 我们一定要把它们的头数给搞定 那我们先要好好分析一下 这里的说法 它说 把鸡和兔子的数量互换 那我们先理解一下 假设如果原来有一只鸡 有两只兔子的话 把它互换 那就变成两只鸡和一只兔子 好 我们搞定了这个想法 我们再去解决 那之前看起来主流方法 假设都没有用了呀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只鸡 不知道多少只兔子 总数不知道 那我们这里可以用到 神奇的图形法 那图形法 这里一个图肯定不够嘛 那有两个图 既然总数不知道 那我们先写在边上 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幅图 我们怎么解释的 这个红色部分 还是我们鸡的部分 鸡的腿 还有鸡的头数 那组成的就是我们鸡的脚 这里是鸡 长 鸡的头数 那鸡的脚还是不变的 都是两只 那就是红色的部分 那蓝色的部分相同的 小兔子的脚 每只有四只 小兔子的头 乘上它的脚 一共是 就是小兔子的脚数了 那同样的 红色加上蓝色部分 就是问题中 它们所有 一共有 三十只脚 那我们看看 如果把它们互换 互换的话 鸡的头数 是不是跟鸡一样了 那意味着 鸡的宽 就变到这里去了 那它的腿 是不是变多了呀 变成四只 那红色部分 这里还是兔的总之数 兔的脚的总之数 那我们把鸡也换一下 鸡本来有那么多只鸡 但是它变少了 跟兔一样长了 那是不是跟它这边所对应的 那它的脚也变化了 它变成两只脚了 所以它的面积变小 只有这一块了 是蓝色的这一块 那好 写到这里 我们该怎么去想办法 解决这个鸡和兔子的总数呢 那我们想想 它们的宽 既然是一样的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都拼到一起去呢 我们把红色和红色 拼到一起去的话 是不是会拼成一个大的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中 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 都是鸡和兔的头数 虽然它是变化的 那鸡和兔的头数 我们都放在这边 相当于把它拼成这样子 这里是这块红色的 我们把它写到一 这是第二块 我们把它写上二 那照样的 我们把蓝色也拿下来 蓝色 这里是三 把它拿过来 三 这一块蓝色的是四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是四 好 我们会发现 它是一定能组成一个 其他长方形的 为什么呢 首先这里是二 这里是四 那证明它们组合到一起去 这里的长度一定是六吧 那我们再看这边脚 这边兔子的脚是四个 这边鸡的脚也是四个 那意味着下面这边 一定也组成是六 好 那它组成了一个长方形 那它的宽是六 我们只有它的宽吗 那可不一定 看 我们这边这个三十 是红色加蓝色 这边的二十四 也是红色加蓝色 那我们分别把红色和蓝色 都拿出来 是不是组成了我们这个 大的 大的长方形 那这个大的长方形 总的面积应该是三十加二十四 应该是五十四 那我们又有面积 又有它的一条边 我们是不是又可以算出 它另外一条边 五十四除以六 应该等于 九 那九得出来 九是什么呢 我们看这个图形 所对应过去 九就是他们原来 这个长方形的长 那也是我们 这个长方形的长 那我们就能得到 其实鸡和兔的总数 应该是九只 那如果鸡和鸡的头数是九只 那我们又可以回到 原来的方法去计算了 这边九乘以四四九三十六 整个应该是三十六 那这个空白的部分就应该是六 六除以二等于三 那鸡的头应该有三只 那兔子应该就有 这里减去一下 那这里应该也是六 还剩下三十二 二十四 二十四除以四 应该是六只兔子 很简单吧 这是我们用图形法去解决的 那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 去解决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鸡和兔子 都看成一组 我们先看一下具体的流程 计算过程 也就是到这里 我们算出了动物的总数 其实我什么意思呢 把鸡和兔子看成一个整体 那把它们捆绑到一起 是不是变成六条腿了 那好 两次的总腿数 一次是三十只 一次是六只 一次是三十条 一次是二十四条 鸡和兔子的总数是不变的吗 我把鸡的数量互换 那总数是不是变的 那总数是不是一共是五十四条腿 但是我每只兔子 它加起来 每只鸡和兔子对应起来 那加起来一共是六条 六条腿 那我们用五十四除以六 我们就可以算出 一共有多少队 一共有多少队鸡和兔子 那鸡和兔子一共有九只的话 它们总数是一样的 所以鸡和兔子加起来也是九只 但是用我们的图形法 理解起来会更加快捷 我们只要把红色的 蓝色的都拼到一起 就可以了 然后再用我们刚才常规的方法 去算鸡和兔子 这就是老师 为什么要介绍非主流方法 它在这里会有一些妙用 好 既然我们看完这些基本方法 那我们就看看变形吧 基督同龙的变形版本 那什么是基督同龙的变形版本呢 小华练习投篮 投进一个球得五分 没投进倒扣两分 小华一共投了十个球 得到了三十六分 那么小华进了几个球 没进几个球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想成我们的基督同龙 那如果把鸡和兔子相对应到这边 就可以变成投进的球和没有投进的球 那我们基督同龙最常用的方法叫做假设法 那我们就这边假设它全部投进了 全部投进的话 每个球五分 那一共是十个球 它应该得到 五十分 实际上它只得到几分 三十六分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算一下它们差 五十减去三十六 等于十四 好 十四分 那我们再回想到我们之前基督同龙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鸡和兔子 它是差两条腿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进行多少吗 我们补给你 我补给你两条腿 或者让他投降 举起两条腿 那这边呢 我们得想清楚这个含义 投进一个球是五分 没投进一个球是倒扣两分 那我们先想这么一件事情吧 他们到底一个球从进球变成不进球 到底差了几分呢 假设这样子 我们现在已经得到十分了 也不用管我投进几个球 我就是已经十分了 好 我们看看我们一出一入 就是进一个球和不进一个球 到底会差几分 如果进了一个球 我是不是十加上五 应该是十五分 如果我没进这个球 要倒扣两分 是不是减二 等于八分 同学们这回就能发现了 如果我投进一个球变成十五分 没投进就变成八分 我从投进变成没投进 中间差了七分 就像我们的兔子的腿一样 一个是四条腿 一个是两条腿 差了两条腿 但是我们这边一个是加五分 一个是扣两分 当中一定会差七分 那我们就得把这个分差给算出来 一个球从进到没进 是变成五加二 等于七分 那它的分差是不是十四 差了十四分 那就是十四 除以七 等于二 所以它是由两个球没进 那如果没进两个球 那一共进了十 减二 等于八 好 现在又到了我们数学最关键的环节 检验 我们不确定这个答案 对不对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八个球 每个球是五分 那应该是八乘以五 等于四十分 然后呢 我又有两个球没进 二乘以二 应该是等于四分 那就是四十还要再扣去四分 等于三十六 那三十六跟这个三十六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问题一定是正确的 好 这就是我们跟鸡兔同龙的变形问题 这里的鸡和兔子不一样了 它不是鸡不是兔子 是进球和不进球 我们同样 我们假设全都进球 假设如果全进 那是不是应该得到五十分 但是呢 实际上它只得到了三十六分 那这个分数是不是差了十四分 那这个十四分是怎么来的呢 一定要去搞清楚 投进一个球是五分 没投进倒扣两分 中间差了七分 所以 十四再除以七 应该是没投进两个 那投进了八个 还有最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去回会 检验我们的答案 八个两个 去看看到底得到了 是不是三十六分 这就是我们鸡兔同龙的变形 用流还是我们主流的方法 假设法 假设它全进 当然你也可以假设它全部没投进 但是我觉得 可能会难一些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又回到鸡兔同龙了 鸡兔同龙 鸡兔共有十五只 兔的脚比鸡的脚多三十只 问鸡兔各有几只 还记得老师刚才说的吗 它绝对不会考你不会的 你现在读了这个 你觉得你肯定是不会 一般的问题都是告诉我们 有几只 有几只鸡和兔子 然后告诉我它们有几只脚 这里它告诉我们 比它多了几只脚 我们该怎么办 那好 方法还是那个方法 我们不能改变 鸡兔同龙主流方法之 假设法 那我们继续假设 我们假设全都是兔子 那应该有多少条腿呢 50乘以4 等于60 应该一共有60条腿 那这个时候 它既然说兔子和鸡的脚的差 是30 那我也差一差 一共有60只兔子的脚 和0只鸡的脚 是不是 那是不是一共 差60 60条腿 那好 我这里差60条腿 你那里差30条腿 我是不是比你多差了 30条腿 好 我比你多差了30条腿 那这回该怎么办呢 什么叫我比你多差了 如果全都是兔子的话 兔子有60条腿 鸡有0条腿 那我比你多30条 但是应该 如果我 如果我把一只鸡 把一只兔子变成一只鸡的话 那那个差是不是会变化 那同学们看看 如果我把一只鸡 而一只兔子变成了一只鸡 那差的角数会怎么变化呢 我本来是四只脚 比你多四只脚 现在变成鸡了 那是就比你少了两条腿 那应该是 4加上2 等于6 这跟刚才我们投篮的问题 是一样的 我们本来是兔子 比你多 本来是0杠 我兔子比你多了四条腿 我们这边用指线来画吧 假设这里是一个零介质 零 如果它是兔子 我就比你高一点 高到这边是四只 但是我把这四条腿 全部换成了鸡的腿 那本来比你多 那是不是现在下来了 变成两条腿 那当中是不是就差了六条腿 那我从一只兔子变成一只鸡 我比你多的腿会少到六只 那一共少了三十条腿 那我们就用三十除以六 等于五 那五就是我们鸡的个数 那我们把鸡的个数写出来 我们再把兔子个数写一下 兔子应该是十五 减去五 等于十 那好 不要忘记 我们还要检验一遍 兔子十 那十乘以四 等于四十 那还有鸡 鸡是五只 五乘以二 等于十 那四十 减十 等于三十 好 我们的兔子是比我们的鸡多三十只脚 那我们的问题一定是正确的 好 那这个问题呢 还是比较难一些的 它这里不是告诉我们鸡和兔子的总角数 而是告诉我们兔子的脚比鸡多几只 还是比较难理解 难理解就在这个四加二等于六 我从一只兔子变成一只鸡 我比你多的脚数会少到六只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边有三只兔子吧 三只兔子和一只鸡 那一共有多少只脚 兔子应该有三次十二只脚 而这边应该是有两只鸡 两只脚 那应该是差十条腿 那你看看 如果我给他一只鸡 现在我是两只兔子 一只兔子变成鸡了 变成两只鸡 那好 看看他们的腿 这里的腿本来应该是八只 这边是变成四只 他们的差是四条腿 那我们一看就能看到 他的腿数从刚才差十条腿 现在变成差四条腿了 跟我们刚才投篮问题是很相似的 我们来看看整个解体过程 假设全都十五只 全都是兔子 那兔子的脚应该一共是比鸡的脚多出六十只 因为没有鸡了 那这里是多出三十条 那是不是少多了三十条腿 那这三十条腿我们要换起来 鸡的指数 当中这里少了一个过程 这里写的应该不是鸡的指数 而是我们每只兔子变成一只鸡的话 它会少掉六十条腿 然后我们用三十除以六 就能得到我们鸡的指数 好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变形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难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后 实战考验 实战考验它就又是变形 又是需要我们原来最基础的内容 一个奥特曼与一群小怪兽在战斗 一只奥特曼有一个头两条腿 那每个奥特曼都是一个头两个腿了 然后开始时 每只小怪兽有两个头五条腿 哇太可怕了 在战斗过程中 有一小部分小怪兽分身了 它学会分身 一只小怪兽分成了两只 分身后的每只小怪兽 有一个头六条腿 但是不能再次分身了 好 某一个时刻上呢 战场上一共有21个头 73条腿 那么这时共有多少只小怪兽 哎呀 这个怪兽还真难打 还会分身 分身出来之后腿还更多了 那我们还是来分析分析 这跟我们基督同龙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这个战场上 一共有21个头 73条腿 我先把在战场上的人物都画一画吧 画的不好看 随便画画 他们都胖一点 这是他们身体 奥特曼的话 他有一个头 两个腿 好 那怪兽 怪兽可怕一点 比奥特曼胖一点 怪兽呢 有几个头啊 小怪兽 每只怪兽有两个头 五条腿 来给他两个头 腿 一 二 三 四 五 OK 然后战斗过程中呢 有一些小怪兽他会分身 他会怎么分身啊 一只小怪兽分成了两只 分身之后 每只小怪兽有 一个头 六条腿 那我来试试看 把他画好 这又是他们的身体 一个头 六条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这就画好了 但是 这个一只怪兽 可不是只分成这么一只啊 他会分成两只 好 我们先放在这边 因为这个战场上 一定会出现 这些奇魔怪兽的东西 但是想一想 这些奇形怪兽的东西 有一个意思是不变的 那是谁 就是我们奥特曼 奥特曼不会分身 也不会变 他只有一个头 两条腿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把他的头和他的腿给去掉呀 那这个21我们可以先减去一个头 那还剩20个头 那这个73条腿 我们减掉奥特曼的两条腿 还有71条腿 好 那这20个头 71条腿 全都是我们怪兽的了 那这个怪兽呢 分成两种 很奇怪 有的 有的有两个头 五条腿 有的有一个头 六条腿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还是简单的来想一想 我们基督同龙 主流方法 假设法 那我们就假设他没有分身吧 没有分身不是应该好算一点吗 但是同学们又会想 我们之前基督同龙是每一只 每一只都有一个头 那现在一个身体有两个头 我们该怎么办呀 然后他又会分身 又变成一个头 那我们想一想 他的头的数量 怎么办 怎么去确定呢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想 如果两个头 你看现在一个大怪兽 他没有分身之前 是不是两个头 他分身之后 是变成两只怪兽 那看他的头有没有变多 其实他的头的数量 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一个大怪兽 两个头 分成两个小怪兽 也是两个头 其实头的数量 还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现在先假设 全都是大怪兽 那每个大怪兽有两个头 那应该是20 除以2 应该一共有10只大怪兽 那10只大怪兽有几个腿 那很好算了 每只大怪兽有5条腿 那就是10 乘以5 应该是有50条腿 那我们来现在看看 有什么变化 其实一共有71条腿 那我们先看看 插了几条腿 71减去50 等于21 插了21条腿 那是不是肯定了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个大怪兽 有5条腿 他分身之后 会变成两个7条腿 腿肯定是 两个6条腿 腿肯定是变多的 那这又跟我们投来问题 和我们上一个问题是一样了 他是怎么 变化的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从一个5条腿 变成了两个6条腿 两个6条腿 那是6加6 也就是12条腿 那我们看 他是不是从5条腿 变成了12条腿 加了几条腿 加了7条腿 那好 他每一次分身 能加7条腿 这个我们原来 那如果全都是大怪兽 应该是50条腿 但是现在有71条腿 那就是多出了21条腿 每一次分身 能多出7条腿 你看这边分了几次身呀 看 应该有21 除以7 等于3 那应该一共是分身了三次 那如果是十只怪兽 有三只分身了三次 那其中三只就变成了六只小怪兽 那剩下的没有分身 那是七只大怪兽 那应该是七只原来没有分身的小怪兽 和六只分身了的小怪兽 如果同学们觉得 还有些问题 那我们就可以去试一下 首先头的话 头的个数是不是一样的 头的个数 哦 这里不对 因为每一只大怪兽 是有两个头的 那现在大怪兽 应该只剩下 两只了 两只大怪兽 一共是四个头 那一共分出了六只小怪兽 六只小怪兽 每只小怪兽有十 有六条腿 六乘以六 每只小怪兽有六条腿 哦 应该是 三十六条腿 再加上原来的腿 同学们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腿数 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流程 除去奥特曼的头 因为奥特曼的头和他 奥特曼的头和腿是不变的 21-1 等于20个头 呃 七十三减去二 七十一条腿 那假设小怪兽 从来没有分裂过 那应该一共是有 二十除以二 十只小怪兽的 然后这十只小怪兽呢 他应该有五十条腿 五十条腿 那五十条腿 跟我们原来差的 每一次分身 我们的腿数都会增加七条 那我们看 这里 七十一减去五十 这里是二十一 写在了这里 二十一除以七 那说明分身了三次 有三只小怪兽 分成了其他的 那我们小怪兽的数目 就是十加上三 一共是十三只 那他们的头数还是一样的 十三只嘛 因为我们一只大怪兽 他的头数是不变的 他分成了小怪兽 那还是七只大怪兽 六只小怪兽 这六只小怪兽的腿 是特别多的 好 这是我们变形的基督同龙问题 那好 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整个学习的基督同龙 小小的总结 基督同龙最主流的方法还是去假设法 假设什么呢 假设他们的腿变的一样多 最容易解决 比如说我假设兔子 把他脚抬起来 那就跟鸡一样了 我们给鸡加上两个管杖 那就跟我们的兔子一样了 那好 两个假设法都是主流方法 那还有非主流的 非主流方法 我说了一个吹哨法 还是挺好玩的 鸡飞法 鸡会飞起来 你让他抬腿 那他抬不了了 他没有腿了 那还有一个是图形法 图形法呢 需要我们同学 其实几何也要学的稍微好一些 看得懂我们的长方形和正方形 长方形的图 它的长是什么 宽是什么 把它们组合到一起 然后还有我们类似的问题 都可以用我们的几土同龙去解决 就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的奥特曼 还有我们的投篮问题 尤其是投篮问题 同学们对这个分数的变化 感觉不是特别强烈 从投进一个球 变成没投进一个球 当中会差掉很多分 七分 因为没进一个球 会得五分 没进一个球 会扣两分 当中上下 他就差了七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 几土同龙的全部问题 但是呢 这个问题我觉得 还不是特别好玩 所以在最后的时候 我给同学们解决了 给同学们布置了一个特别简单 特别好玩的问题 我把它叫做奇怪的问题 有一天啊 猎人 出去打兔子 直到天黑才回家 他的妻子问他 今天打了几只兔子 猎人说 他打了六只没头的 嗯 八只半个的 九只没有尾巴的 哦 聪明的妻子 马上就明白 他来打了几只 那同学们 你们知道 他打了几只兔子吗 想一想 六只没有头的 八只只有半个的 九只没有尾巴的 他一共打了几只 这个问题 来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 我们这些 这些解决 它的谜底 就藏在这些数字的身上 六只没有头的 那我们把头去掉 把它去掉 那是不是剩下零啊 八只半个的 我们把八的一半一切 它是不是剩下两个零啊 然后九只没有尾巴的 我们把九的尾巴去了 那是不是还是零啊 所以同学们这里就会发现 其实他老婆非常聪明 他的妻子非常聪明 一下子就明白了 其实他一直都没有打到 六只没有头的 那就是零 八只半个的 也是零 九只没有尾巴的 九去了尾巴 也是零 好的 同学们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基督同龙问题 相信同学们 可以好好回顾一下 这些主流方法 这些非主流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课就到这边了 那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